大家好 前段时间特意陪了一颗这种状态的火龙果 给它使用了大量的这种甘养分 把它的枝条养得又肥又壮 目的就是想要它拿来嫁接蟹爪栏 两边一边嫁接两个颜色 后期养护起来应该非常的状况 非常的特别 用火龙果来嫁接蟹爪栏 其实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在操作之前 这个刀先要消毒一下 不然的话容易感染氏菌 导致伤口腐烂 先在这个火龙果的枝条上面 给它切上一刀 斜切一刀 切到随心的位置 以后将蟹爪栏的叶片 一面切上一刀 把里面的这条随心也给它切出来 以后直接往这个切口里面插进去 插到随心的位置 接下来用这个仙人掌的刺 给它固定一下 不要给它火动 这样就嫁接完成了 这个位置再给它嫁接一条 这一边继续用同样的方法来给它做嫁接 大家看现在就嫁接完成了 一边嫁接两条 嫁接好之后 接下来就是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 来给它养护一段时间 等它这个伤口愈合了 然后再逐渐的给它增加光照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就成活 其实用火轮果来嫁接蟹爪栏 是非常简单的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后期长出状态来了 继续跟大家分享效果 我们下期再见